鼠蛇人2024年每月运程完整版,鼠蛇的人2024年1月运势,1月消蛇的人运势不太理想,整体呈现低迷状态,小人当道,事业遭受波折和困难。 要特别谨慎,不要轻信他人,以免招惹小人和产生损失。 在商业和金融领域中,需要审慎选择合作伙伴,不要贪图便宜或从事冒险行为以避免损失。 身体状况方面,需要注意保健,多进行体育运动和保持良好的作息习惯,尤其需要注意空气质量,避免在污浊的环境中停留。 同时,家庭关系也需要特别关注,避免因小事而与爱吕发生争执,要学会忍让和沟通,以保持和谐的感情。 鼠蛇的人2024年2月运势,2月运势波动较大,如行舟在即流中, 需要时刻保持清醒头脑和果敢行动。 工作方面,压力较大,但不要因此放弃努力,只有执着与专注,才能收获更多的赞赏和成就。 财运方面,需要小心谨慎,谨防意外之初,同时也要珍惜意外之财,不可过于奢侈和冒险。 身体健康需加强注意,尤其是年长者需要注意安全,防止跌倒等意外事故的发生。 爱情方面,缘分多姿多彩,但也需要抉择。 若已有恋人,需时常沟通和相互理解,尊重彼此的感受,避免争吵和误会。 若单身者,则需多参加社交活动,扩大交际圈子,有机会遇到心仪的异性。 鼠舌的人2024年三月运势,三月运势波澜起伏,事业上先男后逸,若能以乐观的心态面对挑战,最终将收获圆满的结果。 工作中要谨防小人,尽量避免与同事发生冲突,保持沉稳冷静的态度,专注于自己的工作,方能有所建树。 财运仍不稳定,要慎重考虑每一笔投资和消费,避免因贪图小利而陷入困境。 健康方面要多加留意,特别是对于一些慢性疾病要及时治疗和预防。 感情方面,单身者有机会遇到心仪的异性,但要慎重选择,了解对方的性格和价值观。 已婚者要注重与伴侣的沟通,增进彼此之间的感情,避免出现不必要的矛盾和误解。 属蛇的人2024年4月运势,经商的属蛇人4月业务将会大起大落,因此不要因为成功而骄傲自满,也不要因为失败而失去信心。 相反,你应该长远考虑经营策略,保持冷静,以获取更多的盈利。 同时,你也应该避免心急,不要贪图偏财,以免贪心害身。 对于肥胖人士,减肥很重要,持之以恒,不应急于求成。 对于已婚人士,出差或旅行中会有异性对你感兴趣,你应该坚持以家庭为重,不要陷入婚外情的泥沼中。 如果你珍惜自己的婚姻,就会避免这种诱惑,保持家庭的稳定和幸福。 鼠蛇的人2024年5月运势,5月的运程充满着吉祥之兆,一切事情都能够顺利完成,并且有贵人相助。 所以,鼠蛇人要紧紧把握机会,努力奋斗,争取更好的成绩。 对于工薪阶层来说,如果遇到困难,可以向有经验的同事请教,这样就能够迅速解决难题,而不是盲目行动,以免事情变得更加糟糕,对个人前途产生不良影响。 财运方面仍旧不错,虽然有些小的意外收入,但不要太过沉迷其中,忽视正常的收支,否则就会得不偿失。 身体健康方面无大碍,不用过分担心。 对于单身者来说,本月的桃花运势很旺,多参加社交活动,就有机会遇到心仪的对象,感情发展也将非常顺利。 鼠蛇的人2024年6月运势,6月运程急凶参半,事业发展略有组织,应冷静分析原因,并采取正确的解决方案,勿急躁,以免事情愈加复杂。 投资理财需谨慎,不要被眼前的利益冲昏头脑,应慎重考虑风险与回报,切勿贪图小利而忽视长远发展。 财务管理需精细,保持适度的消费和理性的投资,才能确保经济稳健发展。 健康方面应加强锻炼,注意饮食营养,预防常见疾病。 感情生活稳定,但不宜对婚姻抱有不切实际的期望,应珍惜眼前人,经营好感情生活。 出门在外,应当注意安全,警方被盗,强等不良事件。 鼠蛇的人2024年7月运势,7月运程平稳如水,凡事进展虽缓慢,但却坚实稳定,有望获得更好的成就。 受心者鼠蛇人,在工作上可能会感到乏味,但必须耐心等待机会,不要轻易离职,年底有可能会有升职加薪的机会,需要努力表现自己。 在财务方面,政财方面不错,多付出就会有更多的收获,不过不要过于追求横财,以免招致损失。 血压高的生肖蛇,应该特别注意健康,少吃甜食和高脂肪的食物,定期检查血压情况。 鼠蛇的人2024年8月运势,8月运程顺逆参半,初时略有小组织,月尾开始大顺,有贵人相助,难题得到解决,事业取得更加成绩。 对于营商者来说,业务难题困扰,不要孤军奋战,应该向员工和下属寻求意见,集思广益,问题自然迎刃而解。 千万不要固执己见,这只会让问题更加复杂,无法得到解决。 财运不俗,有机会获得意外之财,但也不要因此掉以轻心,应该保持谨慎,避免因小失大。 如有健康问题,及时就医,认真治疗,就能够迅速康复。 单身的鼠蛇人,本月亲友,会给你介绍异性,要有勇气和自信,积极认识新人,就能会找到理想的另一半。 鼠蛇的人2024年9月运势,9月运程如同金秋阳光般明媚璀璨,一切事宜均能顺利达成,大有可为。 受薪者应坚持稳定的工作节奏,多注意团队协作,以获得更好的表现和晋升机会。 创业者则应抓住时机,敢于尝试新的市场,勇于探索新的商业机会。 财运亦非常不错,适合长线投资,同时也不妨关注一些短期的赚钱机会。 身体健康方面,应注意保暖和充足的睡眠,以防感冒和疲劳。 爱情运也非常顺畅,恋人间感情更加浓厚,单身者有望在社交活动中结识到有缘人,但切勿轻易相信陌生人,防范感情上的风险。 鼠蛇的人2024年10月运势,10月的运程是先男后逸,但是不要气馁,坚持努力,一定会顺利度过困难。 经商的鼠蛇人,生意可能会遇到阻止,比如资金不足,或竞争对手过强,但是不要放弃信念,坚持下去,尽力筹划,最终会翻盘。 艰辛奋斗,才能创造财富,正才源源不断,多劳多得。 身体方面没有大问题,但是出门旅行时要注意安全,特别是水险。 爱情方面,未婚生肖蛇会重遇昔日的恋人,重新点燃爱火,很有可能复合,男性本月向女友求婚容易成功,好好珍惜,用心经营感情。 鼠蛇的人2024年11月运势,11月鼠蛇人将迎来一个大幅攀升的时期,各方面的事情都会变得十分顺畅,应该好好利用这个机会,开展新的计划和尝试。 学业方面,学子的表现极佳,但也要加倍努力,才能取得更好的成绩。 财运方面也不错,但要注意积聚财富,因为本月可能会有意外的支出出现,所以要谨慎守财。 身体健康方面没有太大问题,但是如果有顽疾的话,要耐心治疗。 感情方面,桃花运势,未婚者容易结实异性,爱情路上多姿多彩,以婚者夫妻恩爱,家庭幸福。 鼠蛇的人2024年12月运势,12月的运程显得略微反复,如行路之中有些许波折,虽劳而未得。 应对待各项事宜时序慎重,不宜轻易行事。 工作繁忙,难有进展,但要保持耐心,踏实勤奋,终会有所收获。 财运有所组织,不宜贪求小利,反而应当注重积累。 同时,要注意休息,避免过度劳累所带来的身体不适。 在感情方面,未婚男女的情路起伏较大,需要更加珍惜彼此。 此外,对于已婚属蛇人,要注重家庭生活,不要因工作忙碌而忽略了对家人的陪伴和关心。 其实生肖运势的高低,是所有人都无法去操控的,唯有修行自身的智慧,是趋吉避凶的唯一法则。 在这里也分享一篇文章,希望各位有缘的朋友能静下心来,好好的读一读,也许能给你一些简单的领悟或心灵的沉淀,相信这对你未来的运势会有很大的帮助。 白岩松在演讲中说过,你的收入,你的社会地位,跟你的不可替代性成正比。 不可替代性越强的人,收入和社会地位就越高。 反之,不可替代性越弱的人,收入和社会地位就越低。 在白岩松看来,无论是谁,不管是年轻人也好,还是中年人也罢,要想不被社会淘汰,就需要提升自己的不可替代性,完善更好的自己。 随着社会的发展,内卷的愈发严重,或许,淘汰成为了常态,而安安稳稳,反而成为了奢望。 有些人25岁出社会工作,35岁那年就被单位辞退了。 难道说他的学历很低吗? 难道说他能力不强吗? 其实,只能说明他的不可替代性太弱了。 有些程序员年轻的时候赚高工资,可一直升不上去,就只能吃着死工资。 当他们40岁之后,所有的公司都会抛弃他们,除非他们有自己的核心技术。 现阶段的中年失业危机,以及35岁职场定律,本质就是在淘汰上的年纪,且容易被替代的人们。 或许,这个社会正悄悄地抛弃这四类人,毫不留情。 第一类人,不懂得终身学习的人。 有企业家说过,保持市场敏锐度最好的方法,就在于时时刻刻了解市场的新趋势,不断地学习,尽量做到跟上时代,乃至于引领时代。 只不过,像这种不断学习的行为,这世上至少有99%的人做不到。 大多人都觉得,学习只是学生的事,而并非是成年人的事。 像这样的想法,终究会害了自己。 在如今这个时代,不仅学生需要好好地学习,就连上了年纪的中年人,也需要跟上时代,不断学习,不能与时代脱节。 所谓逆水行舟,不进则退。 时代的洪流不断向前,科技的发展日新月异,倘若我们还偏执守旧,没有及时更新自己的知识。 或许,下一刻被社会淘汰的,就是我们。 说的形象一点,社会就是一个大丛林,你我都是丛林中的野兽。 学习能力比较强的野兽,自然可以雄距某一片领域。 而学习能力比较弱的野兽,就只能成为别人的食物以及养分。 可以说,学习力决定了发展力。 第二类人,只靠死工资生活的人。 在职场中,一直流传着这么一个观点,你越努力工作,越养不起家庭。 我们不妨思考一个问题,为什么靠死工资生活的人养不起家庭,且容易被社会淘汰呢? 没办法,因为如今的劳动力太多了。 既然劳动力有很多,那普通人就只能是市场上的商品。 老板觉得你值这个价钱,那你就值这个价钱。 反之,老板觉得你不值这个价钱,那你就会被人淘汰。 有一位同行,他刚开始起家的时候做销售。 虽然说苦了一点,但他在销售中累积到了人脉和资源,让他有了发家的基础。 后来,他觉得不能再帮老板打工了,就出来自己单干。 如今的他,在广州开了自己的工作室,算是一个小老板了,年收入比之前翻了好几倍,算是实现了人生的飞跃。 如果可以选择要好好地耕耘自己的副业,或者选择给自己打工,这才是长久之计。 第三类人,体力劳动者。 每当谈到体力劳动者的时候,其实内心总是很难受。 因为农村的建设,城市的发展,永远离不开体力劳动者的付出,只不过体力劳动者一直被人视为苦力。 在市场中,有这么一句话,年轻的苦力比年老的苦力更有潜力。 你再有力气,终究有老去的那一天。 你再有经验,也不过是体力劳动的经验罢了。 到最后,终究逃不过市场的淘汰机制。 更何况,随着科技的发展,机器人或者人工智能在体力劳动方面远胜人类。 如此,我们可以推测,在未来一段时间将会有大量的体力劳动者被取代。 要知道,体力劳动者的不可替代性太低了,他们很难安稳到老,只能另谋出路了。 第四类人,缺乏核心竞争力的人。 前段时间,单位招进来的一位牛人,还未到24岁便有着丰富的文案及互联网运营经验, 是某领域的佼佼者,完全不输给这个行业的前辈。 因此,他的薪水也就过万了。 据说,当他进入到了单位之后,他身边的同事都议论纷纷,说他一进来就月薪过万,对老员工不公平。 更重要的是,这位牛人还有诸多副业,令人特别羡慕极度恨。 很多时候,我们都在感慨,为什么别人毫无贡献,却能比老员工还要吃香呢? 这,就是核心竞争力的问题了。 当他的能力胜同龄人一筹,或者别具一格的时候,那他就能在市场中脱颖而出。 相反,由于我们这些普通人缺乏了核心竞争力,所以一直担心失业或者被辞退的问题。 不论在什么时候,提高个人的核心竞争力,有着创造市场价值的能力,相信你的未来,远远超乎你的想象。 好了,以上资料来自于网络,那么分享就到这里,天道酬勤,要记得,机会永远是给准备好的人,祝福各位亲爱的朋友,福气满满,财气满满,身体健康又逍遥,下期见。 感谢观看